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錢生 在今天的影片呢,我會教大家三種提升畫質的方式 那之前有觀眾跟我反應說 使用剪輯軟體是沒有辦法提升畫質的 不過這裡我要小小反駁一下 剪輯軟體其實可以提升畫質,不過非常有限 比方說如果你錄了一個480p的影片 你去做了一個調色,差不多有可能會變成540p 可能就稍微高一點 不過它的調色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這位觀眾的反饋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正題吧,Let's go! 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利用影片畫質修復網站 去幫我們修復一些畫質 所以首先我們先貼上這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會放在我的blog裡面 到時候會把連結貼上描出來 那各位可以進去看看 好了之後我們點擊Enter 進到裡面我們選擇Local File 然後選擇檔案 在這裡我們隨意導入一個影片 然後Target Format 也就是目標格式 我們設為MP4 Options 我們設為第二種 Change Size Bitrate or Frame 然後Video Size 這裡要看你的需求 那一般我們都是設1920x1080 Video Bitrate 那越大呢 檔案越大的同時 畫質也越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 差不多設個2000K、4000K 那基本上這裡都是會代表畫質很差 所以我們設個4000K吧 或是如果說你這裡是144T的話 你可以大概設個1024K就好了 那 Frame Rate這裡我們設為30 Espend Ratio 這裡我們設為16比9 Audio Bitrate 這裡有我們設為320K 好了之後 我們點擊Count Right Now 然後再進到這裡 有一個Out Profile的下載就好了 好第二個我會教大家如何利用剪輯軟體提升一點點畫質 那所以呢 首先我們在這裡 我們可以先進行一下調色 比方說我選這個照片 因為我們這個照片 是會放在影片上的 而且是整個影片都會 好 那這裡我們要做調節呢 這裡我以剪印來示範 首先我們可以使用濾鏡的方式 來去為影片增加一點亮度 不過這種方式比較有限 當然最棒的還是我們自己去調節 好那這裡基本上我們基礎調節就好了 那色溫這裡呢 我們差不多就設為10左右 那因為我們是偏向冷色系的 所以我們這個色調可以稍微偏綠一點點 形成一點點反差 然後亮度我們稍微提高 貝比度往左 高光我們也可以稍微提高一下 但不要提高太多 基本上這樣就可以有效的提升畫質 不過基本上如果你錄480T就是480T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大概只能提升大概60到120T的畫質而已 所以這種剪輯軟體的提升是非常有限的 那第三種呢 我要教教的是如何在iPhone進行影片畫質修復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是上傳到YouTube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做 好首先我們先進到YouTube裡面 然後在這裡點擊我的頭貼 然後轉到設定 這裡有一個上傳的影片 我們上傳品質可以選擇1080T 或是完整畫質 那這樣如果我們在iPhone上傳影片的話 畫質就會最大化 不過這裡要注意 Android手機這裡不適用 Android手機只能透過剪輯軟體去調整 好那今天三種方式介紹給大家之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覺得 提升畫質其實並沒有那麼難 那今天提供了給這三種方式呢 基本上畫質還是會有誤差 有時候還是會達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不過這已經算是最大限度的提升畫質 也是目前僅存的方法 不過除非說你會寫程式 你可以寫一個程式來照顧大家 也當然沒有問題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留言開小鈴鐺 那順便再宣傳一下我自己的Vlog 以及我的Facebook 在Facebook裡面 我的社團會常常出一些新影片的文章 然後還有我電腦教學等等的 那我的Vlog也是一樣 會出一些電腦的新文章 或是練習檔也會發那 那各位記得一定要去 瀏覽這兩個網站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錢生 下次再見 掰掰 iedereen在訪問一下 好嗎 ... 可以看 我是哪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